下一題也是萊雅國中段考題 賴王川師出的 他出的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你考卷上碰到的題目 月亮通常要嘛就東方地理線 要嘛就西方地理線 要嘛就在頭頂附近 可是賴斯對你不是 他是斜斜在天上 他說小吉深夜買走出堆 偶一抬頭巧見窗外半邊月亮 時為半夜三點 請問月亮形狀長成什麼德性 OK 要會這個東西 要會三件事 有兩件事你會 有一件事你還不會 第一件事情 半夜三點是什麼月 上前還是下前 半夜三點 下半夜是什麼 下前 第一件事情它是下前 第二件事情 下前月東明西岸西門公安 下前月東明西岸西門公安 大家有講啊 東明西岸 這兩件事你會 一兩件事你不會 因為台灣人看月亮 基本上是偏南 所以這個人是往南方看月亮的 請問你往南方看 右手東還左手東 往南邊看月亮 右手是東邊 還是左手是東邊 左手是東邊 然後所以答案應該是哪一個 半夜三點看 應該是哪一個 還是哪一個 請問你 答案是多少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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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哪一個? 不知 12345我們很辛苦 不知 你們做 好來 那我會講 你問我看我會解釋 來第一個我知道 半夜三點什麼月? 夏淺月 夏淺月 東平 西岸 所以要東邊亮 面對南方 左手東 右手東 右手 左手東 左手東 所以左邊是要亮的 所以答案選這個 老師啊 你左邊要亮 那A也左邊亮啊 A也左邊亮啊 那你為什麼不左邊亮 因為這樣 夏淺月 子夜升級 東 西岸最左邊 東邊亮 然後繞一圈 正五落下 早上六點頭頂 半夜三點長這樣 半夜三點長這樣 OK 左邊是亮的 所以左手邊 左邊是亮的 東邊是亮的啊 你要講 東邊是亮的 所以下面是東邊 所以東邊亮 然後升起來繞一圈 繞一圈 半夜三點長這樣 你看 我在講義上幫你畫了 上弦月ail跟下弦月 我為什麼沒有畫滿月 滿月 effectivement 為什麼沒有畫 朔月 所以我就畫了上弦跟下弦 所以你看呢 是怎麼樣子 情況是如何 這種考鞋習在天上的月亮很少 但是奈黃酸師考過 這種鞋化天上的題目比較少 但是還是有人考過 讓你知道一下 我曾經在某天母國中學生的 自己操的鼻上看到這張圖 但是我覺得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畫什麼 就把老師照畫一遍 根本不知道他畫什麼 跟你講升起跟落下的整個過程 OK 好 這個是奈黃酸師寫在考卷上的詩 這個詩在藍雅國中考卷上出現過好幾遍 他寫這首詩的目的 是要告訴各位一些月相的知識 可是有人看不懂 所以寫得跟白寫一樣 上弦樂亮西邊什麼意思 上弦樂西明懂案 黃昏高掛在南天什麼意思 黃昏的時候在頭頂附近 高掛頭頂附近 南提二剛剛跟你講過 台灣人看月亮是剛剛偏哪裡 南南 偏南 叫大方偏南 所以黃昏高掛在南天 黃昏在頭頂附近 下面跟帝科無關 對第一句有關啦 中秋望月月圓這算有關 中秋節是望月是滿月 OK 再次五沒有關了 月圓花好現人間 就跟帝科沒有關係 下弦樂半夜藍起什麼意思 下弦樂紫夜升起 下弦樂紫夜升起 破曉登高恨跡體什麼意思 破曉登高清晨在頭頂附近 清晨在頭頂 黃昏紫夜升起 清晨頭頂正午落下 正午落下 紅塑日月同幫位什麼意思 塑月的時候 太陽跟月亮在同一邊 所以兩個會一起升起一起落下 所以暗月整雨日增灰什麼意思 一你看不見碩月 看不見原因一 你看到的是月亮黑的那一邊 霧發光的那一邊 所以你看不見月亮 原因二 就算它有一點愛愛內涵光 你還是看不見 為什麼 因為它跟太陽在同一邊 太陽太亮了 所以你看不見它 所以叫做暗月整雨日增灰 就是賴黃酸型的吃 告訴各位月向的知識 有些同學把它背起來了 你要背 我覺得很好 幫助你知道一些月向知識 反正就寫給你 告訴你 希望你能夠理解 上弦月亮漆邊 黃昏高掛在南天 中秋望月夜夜圓 月圓花好現人間 下弦月半夜藍起 破曉登高恨積極 逢碩日月同幫位 暗月整雨日增灰 希望你能夠理解這首詩 想要告訴各位的一些月向的知識 OK